再来看看这个司法案例 台中一名骑士两年前上班途中 和保时捷发生了碰撞意外 造成他全身瘫痪 那么教室的零星车主 酒测值0.16 两年以来从来没有道歉过 而且并没有赔偿 对付公堂的时候 竟还要求要赔偿修车费用 法官后续认为骑士 未注意车钱状况 也是有教室责任的 而且零星车主坦诚犯行 态度尚可 符合自首减刑条件 因此一选轻判六个月 而这样的判决结果 也让骑士的母亲 气到当场落泪 无法接受年仅24岁 本该是青春洋溢的儿子 却全身瘫痪 卧床两年了 而赵氏保时捷零星车主 不仅至今一句对不起都没有 还继续逍遥法外 而且零星车主在2020年 曾因逼车护撞 强制罪获判 拘役20天 缓刑两年 没想到缓刑期间 又酒驾肇事 台中地院独任法官 还推翻台中市车辆行车事故 鉴定会判定零星车主 全责的结果 认为蔡星骑士 未注意车前状况 也有照则 且零星车主 符合自首减刑 因此判六个月 徒刑可一颗罚金 对此检方不服提起上诉 台中地院事后 也察觉有问题 撤销原判 何怡婷三位法官认定 零星车主是肇事全责 但认定自首改判 十个月徒刑 一头白发母亲 对于如今的结果 无法接受 讲到机动处 母子良忍不住落泪 母子良这两年 借住公庙内 对方甚至脱产 连肇事百万名车 都一组不见了 至今分文未赔 光靠母亲开机车转的钱 根本不够支付医药费 日子过得相当辛苦 如今上诉高等法院 期盼能够早日讨回公道 记得是中文一张 台中报道